HELLO,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魔影是民視,今天釋出了新的免費更新檔 我們只要把遊戲連上網路,連上Origin,就會自動更新了 這次更新的內容,第一個,主要是針對拉丁美洲文化樂 新建一些相關的物品、相關道具 再來第二個,針對我們的膚色進行優化,改善膚色不均的現象 再來,好秀膚色bug的相關問題 首先,我們先來看膚色的部分 膚色的改版,膚色優化是分成幾個階段來進行的 第一個階段,針對膚色不均的現象來改善 如果要改善這個問題的話,要記得選項勾選 畫質選項這裡,要記得勾選這個未壓縮的魔影生命材質 這個要勾選了,才能呈現最佳的膚質的畫質 他們說關於這個膚色的問題,他們從每一層去探討說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的問題,才導致這個膚色不均的現象 那因為膚色是分成了很多層嘛 就是有肌膚底色,肌膚細節等等之類的 他們發現是肌膚細節的這一層,出了點問題 這層畫質被壓縮了 所以說他們把這層畫質解壓縮,然後呈現最原始的畫質 來改善這個膚色不均的現象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膚色,你們覺得怎麼樣?你們覺得有改善嗎?有比較均勻嗎?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比較深的膚色 我感覺可能有改善,可是還是有進步空間 其實這個膚色不均的現象不只是在深膚色有而已 其實淺的膚色也有的,只是因為深的膚色可能看的比較明顯 那我感覺我還是可以看到一點膚色不均的一些問題 像是這個純粥啊,然後這裡還是有一點 那其實這個現象在淺的膚色我們也是可以看到的 像這裡也是有一點點 那我不曉得說是我的電腦的顯示問題 還是肌膚細節造成的陰影 可是感覺就是,針對膚色不均這個議題 我覺得還是有改善的空間 那這個是他們優化膚色的第一步嘛 所以說未來我們會逐漸的改變 那之後膚色會變成更多選項 或新增至少100種的膚色 然後分成了冷色調、中性色調和暖色調 那每個色調都有那個深淺的滑感可以給我們調整 所以這個只是第一步而已 那這次還更新了兩個主城市的髮型 其中一個是這個 這個髮型他們加了一點這個 這個是漢毛嗎?小的毛髮 我覺得這個小漢毛還蠻可愛的 讓我感覺有那種自訂物件的感覺啊 我覺得還蠻酷的 蠻喜歡這個小漢毛的細節 就是讓頭髮讓髮技先看起來比較真實啦 然後再來他們更新更化的第二個髮型是這一款 這款髮型側邊多了一個這個比較漸層斜角的感覺 比較就是順 順的好像替下的感覺 不會那麼突兀的斷掉 那髮型部分就是優化這兩款 那我們再來看這次新增的衣服 就是以拉丁美洲風格為一個啟發來設計的新的物件 包含了這個外套 這短板外套 我們看一下 有這個蝴蝶 那我們再來看茶款式 有不同款式 有這個刺繡花朵的 背後還有這個很可愛冷凍兔 我們把頭髮換成短髮好了 比較看清楚 好我們來看 背後還有這個看起來很酷的 轉臉的冷凍兔 我覺得蠻可愛的 那這個冷凍兔 還有剛剛那個蝴蝶 他們都是請個專門的刺青的藝術家 來設計的造型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喔 還有什麼款式 黑色的 然後藍色的 這個是沒有冷凍兔的 然後橘色 橘色感主要適合 就是下你的季節喔 秋天 還有這個藍色的 藍色刺繡配冷凍兔 跟粉色的 喔粉色還蠻可愛的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不同顏色 大概這樣 然後我們還有這件 這個運動風的上衣 有這個蝴蝶的 那蝴蝶像是提到嘛 它帶有這種就是和平 牽血的意思 所以它就有特殊含義的圖案 那我們看喔 這個上衣還有這個冷凍兔造型的 這個很收腰耶 樹腰的上衣 還有這個灰色的 還有這個款式 這個呢 後面有冷凍兔 然後這個是 喔這款是每個都有兔子耶 真的耶 這個粉色還蠻可愛的 白色的粉色 那男生也有這個運動風上衣 樣式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版型不太一樣 男生的版型比較寬鬆一點 對 顏色都是同一類型的 還有這個黑白的 然後這個綠色的 這個紅黑的還蠻好看的 感覺就是很運動風 那兒童也新增了一個新的T-shirt 我們來看喔 有這個蝴蝶造型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黑色冷凍兔 這個臉真的有點好笑啊 然後不同顏色的 喔 其他都是不同顏色冷凍兔的T-shirt 後面有東西嗎 後面也有圖案耶 那我們還有個新的刺青 就是這款 這款也是冷凍兔造型的 下面還有玫瑰花 旁邊還有一些 藤蔓嗎 羽毛嗎 植物連接上來 這刺青還蠻好看的 不過我覺得啊 因為它那個蝴蝶圖案 我覺得超美的 如果說那個蝴蝶也有刺青就好了 我覺得那個蝴蝶如果刺一個小的在鎖骨這裡 應該還美吧 對不對 可惜那個蝴蝶沒有刺青 對啊 然後我突然想到 當我們更新之後 進到遊戲裡的主畫面 它會寫說為了慶祝西班牙裔文化遺產月 這個翻譯其實不是很精準啊 因為這個就是Hispanic Heritage Month 它指的並不是西班牙裔文化遺產 它指的是比較拉丁美洲這邊的文化 有時候感覺它的中文翻譯 有時候真的不是那麼精準 感覺好像沒有很對上前後文啊 它好像都只是就字面上的翻譯而已 對啊 剛好看到順便說一下 那我們再來看這次新增道具 有這些 那首先有這一款超級可愛的燒烤爐 這個是搖烤爐欸 下面是用石頭烤的 我很喜歡這個石頭細節 還有這個花朵的裝飾圍圍 那我們來看喔 有什麼顏色 有這個 土色嗎 喔不同的花朵圖案 還有這個白色的 還有這個是 欸等一下 這個橘色嗎 喔這個是花朵圖案顏色不一樣 原來如此 所以是兩款白色兩款橘色 然後配不同的花朵造型 那對了我們還有新的食譜 那食譜的部分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我們先來看物品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 這個是花盆 這個大的鋼 巨大的花鋼 酷啊 這圖案好鮮豔喔 讓人看了心情好的圖案 喔這個顏色選擇超多種的 這顏色太好看了吧 有些什麼 櫻木欸 看一下 還有滿 喔還有這種比較素面的 真的耶 我喜歡這款 這款很漂亮喔 感覺很適合放在什麼度假村 那一類的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新的餐桌 有馬賽克磚的餐桌 這個餐桌也好美喔 都是很繽紛歡樂的色彩 因為就是拉丁美洲文化 包含很多很繽紛色彩的東西 所以讓你看了就是覺得 很熱情奔放很溫暖的感覺 好來看喔 有些顏色的馬賽克磚 還有這種款式的 而且我發現它的顏色 故意做對比色 所以說它的那個圖案 都非常鮮明 還蠻酷的 喔有全白的 如果說喜歡就是 現代風 喜歡俐落感的話 有這個全黑全白 這一點還不錯耶 對啊 我覺得它每個道具 增加全黑全白 這樣的選上還蠻好的 會更實用 那我們還有這款顏色 非常鮮豔的藤鞭椅子 一樣有這個花朵造型 然後不同的顏色 這個顏色好可愛喔 黃色跟藍色 還有粉色的 一樣有黑白色 我喜歡這個顏色的紅色 感覺好美喔 那我們還有這個新的棚架 這個花朵棚架 然後我發現這裡還有布耶 有布在這裡 太酷了吧 所以它真的可以擋陽光喔 真的可以擋陽光的效果 還有這個花朵塵蔓 還有這個花朵塵蔓 那麥卡朵的顏色 哇 這個顏色好美喔 很沉穩的顏色 還有這個帶點紫色調的咖啡色 這個顏色好夢幻喔 這個棚架我超喜歡的 我覺得很美阿 而且感覺很實用 而且它的木頭啊 故意做一點就是褪色的痕跡 有褪色感 對啊 感覺還蠻高畫質的 喜歡這雙小細節 然後再來我們還有這個新的壁畫 一樣是非常的色彩鮮艷的壁畫 然後還有三種不同的款式 大概這樣 這個是蜥蜴嗎 對蜥蜴跟太陽還有蝴蝶 那我們再來看這次的新的食譜 有很多新的燒烤食譜 首先有這個 串燒小點 感覺太好吃了吧 而且每種食物都有它的特殊介紹 酷耶 還有什麼 墨西哥烤玉米 我想吃了 天啊 通常包含鹽 辣椒粉 奶油 起司 檸檬汁 萊姆汁 美乃滋或酸奶油耶 我想吃了 我想吃烤玉米 還有這個烤八糟 也是新的食物 八糟是拉丁美洲的共同語言 再來 香芹醬香雞串 感覺超好吃的耶 雞肉串燒 然後香芹堡 還有阿薩多 阿薩多通常是有牛肉 豬肉 雞肉 草莉佐 辣肉腸 以及血腸組成 酷耶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辣肉腸寶 辣味 我超喜歡吃辣的 你們喜歡吃辣嗎 我常愛吃辣的 還有這個蜜蘆烤雞 我也想吃啊 好我們先來吃一個烤玉米 好 好我們試一下喔 我們看我們人物做新的食物 看到新的食物我就很開心啊 烤玉米 這個玉米感覺很高畫質耶 我真的感覺阿 隨著遊戲慢慢的往前推演 往前發展 越厚齊地出的東西 越來越精緻 然後畫質越來越高 連這個玉米也是 是吧 欸拜託不要把炸燒起來喔 因為我們廚藝等級應該還蠻低的 應該等級1吧 嗚有勒 然後刷點醬 然後呢 撒點調味料 我隔著螢幕聞到香 烤好了 而且烤的速度會很快阿 看一下喔 烤玉米串 哇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就用那個美乃滋 辣椒粉 還有檸檬片呢 好那我們再來做一個 我們做一個 阿薩多好了 給我們這個肉排 然後香腸 然後血腸 一樣撒點調味料 然後翻一翻 哇怎麼了 噢 熄火了 天啊 不 不要熄火 我在吃 我在吃我的阿薩多辣 天啊 我的天啊 我在 哇 我們這個美女 超級有點英勇的 都不算我叫她來滅火 主動滅火 好太好了 天啊 好我們買個新的好了 替我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阿薩多 哇 各種烤肉拼盤耶 而且它的肉還是 大概七分熟的感覺嗎 感覺肉質鮮嫩 哼 好那我們再來做一個 蜜爐烤雞 我們的蜜爐烤雞做好了 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旁邊還有薯條 對吧 還有那個番茄 沙拉 突然好想要每個都試一下 好我們再試一兩個好了 來個烤芭蕉 來個甜點 哇 真的是芭蕉耶 感覺有切嗎 沒有 欸它這個芭蕉是沒有剝皮的耶 對吧 直接烤耶 酷耶 其實有的時候啊 這種東西不要剝皮直接烤 它會更保留它那個原汁原味的感覺 比較有多汁的感覺啊 看一下 烤芭蕉 啊 還切一片一片 感覺很好吃啊 我超喜歡吃香蕉的 歡迎滑車走開啊 我們家剛失火 我們來一個香蕉醬 烤雞串 其實我們快要全部做完了 欸帥哥 我不是讓你離開嗎 我還是你是我們家成員 我還是我們家的 正結不好意思 哇 我們的烤雞肉串也做好了 這烤雞肉串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而且它真的有那個香蕉耶 聞到香味了 好吧 這樣我們都做到這個樣子了 其實我們快要做完了 我們乾脆全部做一次算了 這個是串燒小點 看起來超好吃的 哇 這個辣味肉長寶 看起來超好吃的 而且感覺還是用那種 比較硬直的麵包嗎 包在裡面的 還有些青菜 酷耶 我們再做個香蕉堡 我們就全部做完了 怎麼了 再見 你要感恩喔 我們做食物給你吃 這香蕉堡感覺也有炸肉耶 那這些就是這次新鮮的新的食譜 看得讓你覺得心情非常的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次修復的bug 那bug的部分 我們挑幾個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來講 那首先第一個 是關於戶外勒絲桶的問題 就之前阿 我們的戶外勒絲桶 有的時候會一直是處於很滿的狀態 那把這個問題修復了 然後再來還有關於水電費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我們的水電費的帳單 關於我們的房屋稅 不管你的地段多大 它的房屋稅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不太正確的嗎 所以說要把這個問題修復了 房屋稅會根據每個地段 會有不同的金額 然後是關於綠色生活的那台3D列印機器 那台機器不是超容易壞的嗎 這也是超容易壞的 幾乎每次用都會壞掉一次 那把這個問題做點條件 就是這個機器不會再那麼容易壞了 然後還有關於烘焙的問題 我知道這個bug是很多玩家有遇到的 就是我們小人會瘋狂的烘焙 瘋狂的烤蛋糕 雖然說這個bug我是沒有遇到啦 可是我想遇到這個bug的玩家 應該是非常痛苦吧 可要小人瘋狂烤蛋糕 是不是 那這個問題終於修復了 我們的人物不再會自己主動的瘋狂烤蛋糕了 不會了 太好了 然後最後是關於moscino組合包的bug 這個組合包不是新增了一個三角架嗎 那個三角架我們可以透過就是 我們鍵盤上的Q跟E來控制我們的視角 那原本這功能有點問題啊 他把這功能修復了 好吧 那這些就是這次的免費更新的主要內容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的感謝你的支持 我會持續更新sims相關消息 所以可以按下訂閱開啟鈴鐺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